我們是713、717 特別是抗議 所以香港政府有一個所謂的大捕機制惡法 希望阻止再次有無區公投的方案上高 我們做了很多有創意的活動 所組織的人數是去到尤其十五 最後那一晚 大約有三四千人 因為政府已經將議案押後續 而且提出沒有資訊 在沒有一個正式會通過的法案 而且只是單一議題 而且是單一組織 即是人民的單一組織 所號召的群組出來 幾千人其實已經是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看看民主黨 他們說他們自己是第一大黨 每次有下宋應該是十個人左右 任何議題他們是十個人而已 亦給了我們鼓勵 亦感覺到民情的改變 就是其實很多人開始知道 原來要透過更加激進的手段 去爭取或是對表達政府的反對 或者爭取一些議案的通過 或者修訂 都是一個有可能有效的方法 所以這個就是人民力量 我們會走的道路 但是我們也會在議會內 繼續爭取 所以我們也會參與所謂立法會 或者區議會選舉 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的成立的原因 很大的原因 是由於民主黨 我們所投共 我們支持政改方案 所以我們會告訴他們 我們是代表 已經不再是以前的 所謂泛民主派 如果泛民主派根本都不民主的 和所謂保皇黨的一種對決 而是一種第三個世界 甚至我們希望我們目的 可以取代香港的所謂泛民政黨 特別是第一大黨的民主黨 在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影響力 或者某個帽的影響力 在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影響力 所謂敗爭取力 爭取力的任何影響力 我們希望可以取代它 那人民力量的特點就是 除了我們走的比較激進之外 就是它的組成 會有很多比較不同的人物 有以前世民的立法委員 包括大球 大球是一個相當資深的議員 動運 一路比較激進 但是我們 我們是幾個組織的聯盟 會多了比如小大陰 或者一些年輕一點 中產力度強一點的成員 去參與這個組織 希望能夠把整個議員觀看 拉過去一個比較激進的過程 亦都擴復我們整個支持度的綱號 然後再加上我們 除了我們不單純用一些激進的手法 而是激進的手法可以 會有創意 例如我們在713、717、5 在香港立法會的包圍行動 會搞很多不同的活動 令到大家覺得那晚會有趣 包括擲飛機 可能如果大家見過 看過我們的片段 就是把民意飛機擲到立法會 然後製造一些比較的 即是真正的場面 第二晚我們搞了閹群公公的運動 再第三晚 再最後還有參與 就是把手扣包圍 手扣手 有差不多一千人 包圍這個立法會 用這些創意的手法 希望得到更多民眾的注意 這個也是人民的量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是必須要走的路線 因為在全部的打壓好 在香港人對政治或不關心 這個現實底下 必須要做的事就是 包括稍微激進 我們都要看民情的變化 但是我們如果民情 是去到一個相當不滿政府的程度 我們其實是願意或者預備 會採取更加激進的手段 這個就是我們要進去 所謂有接有進有退的一種靠空手法 也都希望康福光譜 更加重要就是有創意 有特別的方式 做這些抗爭運動 希望最後最後 其實北京政府好 全世界的政府都好 它最怕的都是人民的意願 就是透過這些手法 引起香港市民對政治的難感的興趣 明白到香港其實是很多社會的問題 都是源於政制的不公 透過這些方式的手法 引起他們的興趣 得到他們的關注 然後從而得到更大的支持 透過希望在議會內 爭取更多名字 也都回集在議會內 繼續有創意 或者更加激進 或者更加大規模的抗爭手法 然後最終給北京政府的一個壓力 然後希望爭取民主 這個說法當然是一個很理想的說法 大家清楚知道 甚至我自己都相信 最後香港是否有民主 都是決定於究竟中國大陸是否有民主 中國大陸有民主好像是很遙遠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時世事很難說 因為大家不知道 八九年可以一夜變天 在東歐 而現在中國大陸 當你的經濟 去到一個稍為中等三個地步的話 他們一路現在開始 越來越多民間的北門 究竟每個北門 可以去到哪裏呢 我們不知道 究竟去到哪裏 譬如中國政府帶來政治壓力 我們不知道 但是起碼我們在香港 我們一定要做回自己的一種 能夠爭取的手法 預備 只要那個時機一到 我們令香港可以爭取民主 這就是人力量會 暫時一個遠景的期望 和一個中期短期的目標 這就是鼓掌 我希望大家今天分享香港人 香港人 人民力量的一些 基本的發展道理和方向 多謝大家 如果在座 譬如有些什麽問題 關於人民力量好 關於大局好 關於小大局好 都可以發問 其實我知道 在座評論有很多意見 因為剛才休息的時候 都提到 其中一個好意見 就是人力量會不會 搞各個節目 可以講一些教育 因為我想 在座很多朋友 在香港各方面 其實都有很多參與 或者自己有些親友 也都很熟悉 香港各方面的情況 人民力量是一個很新的組織 人力量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我們都希望 跟人網方面多些合作 可以在民生上 政治上 教育方面等等 可以多些的配合和合作 其實這裡的朋友 都可以有時製造到一些節目 傳回來給我們 我遲些回香港 問了他們有一個帳戶 可以整個節目 透過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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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在這裡 設立也好 民主館也好 也好 這裡也好 其實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士 在這裡屈屈 感到很多換 其實各方面的人場 我們都可以盡量配合 看看怎樣可以提升 人網的質素 和把那個範圍都可以推廣 大家可以多些意見 還有一些問題 大家交換一下 郭先生 拿麥克風出來 我想陳議員或者劉主席 給我們一些意見 當我們在海外 跟華人說 爭取香港民主自由 以前的理念 很多人 因為長門 比較上沒有一些意識 尤其是現在 區議會 和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 人們的力量 要追擊民主黨 民主黨 因為它的躲狗 民主 它說它自己是民主 有很多人 因為如果 我們比較上留意一點 就逐件事去說 現在他們沒有太有耐性 去聽一句一件事去理解 我希望兩位可以 要點地說一些 很容易令到一般人明白的 為何民主黨這麼可恨 我們為何要去追擊它 我們的道理在哪裏 研究 探索一下 才能理解真相 謝謝 謝謝郭先生的問題 其實很難有幾個要點說服到的 不過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叫聽人王 真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很多時候透過時間 聽多幾次萬元鈴 因為你跟他說 一來都不想去削感情 那時候真的會削感情 但是再簡單一點 其實跟他說 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一個 所謂的 辭職民主派的代表 或者民意的組織 可以跟共產黨 物色政治 對吧 你又不用馬上去表態 你說你自己回去試想想 如果你是民主派 你怎麼可以跟 在隱瞞情況下 在背棄香港市民的情況下 私底下 自己的盟友又不知私底下 在跟共產黨密室政治 達應這個政概方案 就是你一個問題 你回去自己想想 其他你長篇大弄的 可能他未必會明白 我想密室政治 這個對我自己來說 是最難接受的 就是你轉態不要緊的 轉態 是吧 你有些事情改變 你未改變 但是用密室政治形式 跟共產黨關門 傾電 接受一個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是罪惡可恕 郭先生這個憂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因為始終就是懷疑在網 一直支持他 沒有網黨的 我們都嘗試去追逐他 現在就嘗試 就是一直在支持民主派議員 其實在香港 如果在立法會選舉來說 是差不多60% 雖然都是減少的 其實就是 由會之前後 65% 去到現在 真是56% 左右 但實際是這樣 怎樣能夠 說服那些 一向支持法民主派的朋友 但又有些感情 就是支持民主黨 大學說 一對他是很困難的 其中大學所說 會是一樣的 第二 我們都會想 其實 由時我們年輕一代 開始都會想 怎樣能夠 到你追求他 當然最好 即是說 其實他這樣出賣 這樣投降 怎樣 背棄民友 背棄選民 這樣 當然是最好的 說不到的話 我們在未來 2011年 甚至未來 2012年 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我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支持民主 其實民主黨 或者民主派 過去爭取了多少 爭取不到任何東西給你們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大家 甚至很多香港市民 即使他們 不是太關心政治 他們都會覺得 現在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民主派的政治人物 已經是舊了 他們已經下去了 所以我們其實 年輕的那一輩 希望會用到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 我不是叫口號 一個維吵令 就是其實是要變天 起碼香港民主的 爭取民主的人物 要換 要交替 要世代交替 要變天 這個 反而這件事 是能夠可以很簡單地 一致重的地 會說 給到一些 不是太關心政治 一路沒有聽過 人說的人 會覺得 都是 我見到他 我見到他這麼多年 那他做甚麼呢 沒有的 而且現在變成這樣 可能學出人 很悶 我見到他20年了 這件事 這個會是其中一個手法 可能這個 不是最能夠 在道理上 我可以給他聽 為什麼他會支持 除了民主黨以外的 新興的 真正的 民主派的人物 或者參選人 但是這件事 會是一種有效的 所以 這個其實 大家可以用這種 可以說服朋友 這個也都會是 很可能 我們接下來的 會選舉 和下次會選舉 會採取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盡情 書結 可以說一下各方面的看法 或者我們某些工作 你覺得 要調整一下都可以 有很多 譬如說 叫我英文和老師 不要說那麼多粗口 我回家一定會回家 上一次去多倫多 還有去加拿大 很多城市的網民都可以說 有些人說自己沒有去 但家人不喜歡 這個我們會再回來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都四點鐘 我們今天的錄壇 做到此為止 真是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參與 很多謝大家參與 也很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還有參與 或者我膽敢代表大家 說幾句 就在這裏 我們非常多謝 陳理智議員 和劉嘉雄主席 遠道而來訪問 我們有海舊一國的紐西蘭 基本上我們沒有什麼人理的 他們的訪問 不只揭開了我們對香港自由民主的認識 更加深一層 更加比我們這些開外華人 一個鼓舞來的 尤其是看到 劉主席他們現在年輕的一輩 去接力 好像剛才他們說 民主黨只有一個多 其實什麼都不用做事 那 除了這些項目 我們多謝他們之外 其實 我自己心裡 真的一定要多謝他們 他們在香港是為我們做事 為我們爭取民主治 其實 好像劉主席剛才說 就是 這個不僅止香港的事 是中國的事 是全世界的事 那麼我在這裡再生衷生 多謝他們 是無私地做這些事 那 我不阻礙大家 我亦就是 希望大狗 和我告訴阿玉文 我們支持他 但是他不要笑我們 說 英文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去死 不是 絕對不是 我們只是有可能 因為身在意味 或者支持他的力度 南靈壓或者方法 也會有分別 但是我們會為中國民主 香港民主 盡一分離 發一分國 我們會盡量配合 你們香港的行動 多謝兩位 真的有很多謝郭先生的支持 其實我自己參與海外的聯繫 只是短短大約兩年左右的時間 我自從跟阿玉文去了兩次之後 我感受很深 就是我自己在香港 參與所謂民主軍的工作 都差了26年 其實有一段時間都很低落的 特別在民主黨之後 第二次低落就是社民營內 海外沒有問題 但是海外的朋友的支持和關注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特別近幾年的動力 海外的支持對我來說 是一個推動力 因為一個很強的感覺就是 我們在香港不是單獨的 海外的朋友很多時候經過香港 回來香港和我們聊天 我們每一年去很多城市 他們的關懷和接待 和關注香港程度的緊密 和深入的程度 一個很強和深切的感覺就是 他們會繼續支持和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 這個對… 我們在香港很多時候感到很孤立 被流傳媒和被那種集團打壓 但是經常都覺得 在外面有很多朋友撐著我們 絕對不會覺得 你們叫我們支持我們死 絕對… 他們說話永遠是與北京人死不憂 他們說這句話 其實就是… 給你們一個反面鑑材 都叫你們繼續撐著 他們死都不可以 帶回那些人撐著 其實上一次… 這個七月二… 一號深夜… 七月二號零室 即是被拘捕那一班 有幾個是海外回來的 有幾個是回來度假 而特地參與我們的活動 是特地被拘捕的 所以海外朋友 其實是我們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員 是一個大家勞不可破的一體 所以不是說我們在裡面 你們在外面 其實我是二為一一為二 大家希望繼續撐著我們 撐著劉主席 人物力量新的一班領導 他們… 我相信三月會再來 到時候希望… 這次我們的先頭部隊 就建立好初步聯絡 到三月來的時候 希望各方面的人士 就給我們意見 繼續支持 多謝